中国不仅要赢而且要常常赢 美国你真的要习惯输了 那同时我就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老师了 刚刚我们是讲的是体育方面 我们再回来看看 美国对于中国的第一波打压 算是贸易的打压 然后再到科技的打压 现在到金融的打压 我们结合起来看看这几方面 美国做的怎么样子 这个首先跟大家讲一讲美国的股市 在8月2号的时候 美股三大股只是集体低开 尤其是科技股芯片股跌的异常惨 包括英特尔在内 开盘暴跌了26% 创下了1982年以来最大的盘中跌幅 美国现在正在失去市场份额 只能怪美国自己的政策 把自己给绑住了 最近有一个报告已经出来了 叫做地缘政治风险与脱钩 来自美国出口管制的证据的这份报告 它就从2010年到2022年 受到美国对华管制的影响 美国企业的收入平均是下降了8.6% 如果是纽约联储进行一个具体数字的估算的话 今年来所有受对华出口管制影响的美国企业的总市值 就蒸发了1300亿美元 但是中国在干嘛 中国企业通过寻找新的供应商 加强自身的研发 已经抵消了美国措施的负面影响 拿英伟达来举例 中国就有多达50家公司正在开发 可与英伟达产品技术相竞争的东西 我就想把这个体育之外的一些具体的数值 带给我们的老师 老师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目前看样子美国对华的管制 应该也是失败的吧 基本上是失败的 因为中国大陆在美国 从川普政府开始到拜登这四年 就是完全全把国际贸易法丢在一边 对中国自行单方面的关税 还有这种禁运 这都是违反国际贸易法的 这些措施 但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今年的这个 GDP的成长率还是5% 对第一第二季 现在数字出来还是5% 然后IMF World Bank把明年的这些中国大陆的这些 本来是预在4.5%又提高了 就是说明年的中国GDP还是往上提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打压只会加速中国在产业跟产能上的一个结构性的一种调整 并没有办法把中国大陆整体整个向前进步的这个步伐挡得下来 而且我觉得某种部分的话他还把中国大陆一些短板提醒了中国大陆 就是说你不要太相信你的这个贸易补败 他有一天就跟你翻脸 那种政治角度就跟你翻脸 那中国过去就跟华为一样 那这个高端晶片他就委外来带工处理 对他相信国际分工的 因为这个国际分工是过去尤其二次大战以后 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自由贸易 对结果美国就他是这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跟最大的获益者 然后他出手来把这个自由贸易的体系 他一锤一锤把它砸烂 对那也会发生啊 只要美国觉得他的利益在他发明的理论之下 不获益的时候 中国获益大于美国的时候 他就把他理论整个都拆掉了 那个花了这个七八十年建构的这一个这些 这些不管是法制或者机构的这个整个的整个的系统 他都把它吹掉放在一边 就用丛林法则跟中国打 那可是中国大陆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中国大陆这个除了这一次除了展现出来了制造能力之外 还有就是怎么讲了 还有就是这个怎么讲研发能力之外 中国大陆还展现了一个新的能力 就是创新的能力 这个创新能力我觉得是让当时想要遏止中国大陆继续往前涨 炒的美国的这些政经领导人他们所没有看到 那也就是中国大陆有创新的能力 那这些部分 美国认为只有美国这个经济体 美国这个社会有创新能力 中国大陆的体制僵化不可能有创新的 那你现在看今天华为的创新能力 对吧 你看看中国电动车的创新能力 看看中国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再生能源 不管是光伏 还有这些电池方面的创新能力 都是领先全球的 所以现在美国我觉得他这个仗很难打 他打了一阵子盘点以后 他会发觉得不偿失 反而你加速了中国大陆 这个对西方科技 以及某些西方占优势产品的一些依赖性 那么这个如果是发生在日本的话 无所谓 日本的经济体 日本的市场很小 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而且是继续在扩张的一个市场 中国的消费是不断的在改变它的性质 对意大利为什么去中国大陆 意大利那个没那么用 因为意大利卖的这些高端的农产品 高端的这些奢侈品 他发觉中国大陆是最有购买力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消费者 这个消费能力已经起来了 过去我就吃一点这些 一般的这些 比如说这些食品 现在我要吃精致高端的食品 意大利法国都有对不对 将来鱼子酱 我想在中国的这个餐厅里面 也是你随点随到 要喝什么酒意大利酒 对啊意大利酒法国酒 你到中国餐厅里酒单一拿出来都有 因为消费 人民有这个消费能力了 再这样就是中国有市场能力 结果造成美国事上对中国的打压 自己对中国从中国市场损失了1300亿 对那这个他如果不对中国进行这种禁运 或者说管制的话 他的这个制造已经非常弱的制造业 还可以从中国市场中赚到大量的利润 那你先不让卖 不让卖的话损失的是美国 那其实美国在从川普开始 基本上啊这个要搞脱钩搞脱钩 我觉得中国大陆一直跟美国讲说 不要搞不要搞 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实际上 已经在跟美国也在进行实质在脱钩 为什么呢 中国在开发新的市场 找到新的供货来源嘛 那也就是对你 跟你美国之间的互赖 互依赖钱我也把它降低 你不可信 我为什么要跟你继续做生意呢 对不对 那所以美国其实就是说 其实当时美国川普的时候 对这个 对中国大陆开始各种啊 制裁跟就是科技管制 我那时候问过一些朋友 那么在美国的科技界 我说这个中国大陆会产生什么影响 他说不会有什么影响 他说这个东西啊 你差个5年10年 你努力你就赶上来了 那这是过去 你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你是觉得依赖比较好 大家互相互有往来比较好 那现在你被迫要断奶啊 被迫要断奶的小孩 没有几个是饿死的 最后他就开始吃别的了 吃稀饭了 对不对 最后喝点肉粥了 对不对 就断奶了嘛 对不对 断奶以后继续成长啊 拿一个小孩断奶 就活不下去 不太可能吧 中国只是有些产业就是说 他就不跟你美国做生意 我就靠自己 所以NVIDIA的黄仁勋 他就已经警告过美国了 说你不要让中国大陆 跟我的这个产品锻炼 中国已经有50家公司在后面追了 做的是什么 做的就是现在最重要的这些 AI晶片 人工智能晶片 人工智能晶片 中国大陆在追 我们今天如果要谈到Intel的话 Intel我认为他今天垮的最大力 他是人工智能晶片 他没赶上来 今天如果没有 音乐打NVIDIA的话 Intel不会这么惨 对 那这是美国产品之间都相互竞争 你看美国公司都控制 都弄不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你如果把中国大陆当做一个 中国人智慧不够 中国人组织能力不够 中国的营商能力不够 中国的世界知识不够 中国人这个缺乏创新的话 那美国的这一套对中国的这个打压 他是可以收效的 可是偏偏中国不是美国人所想象 对 中国人的这个努力程度 是绝对不会不亚于日本人的 可是中国人的创新能力 那个是世界第一的 中国的文化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对不对 然后日本你看都用我们中国的东西 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是很强的 然后中国这个怎么讲呢 我觉得看我们中国的疫经你就晓得 中国的疫经传统责任 就是说这个所有事情都是在变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 所以随时都有准备接受各种变化 然后在变化中 我们自由我们的生存之道 所以在这一次你看这个美国进行全国之力 来打击中国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很多人 美国很多人 他说太晚了 你要打击早十年 还有可能有胜算 你现在你怎么打击 对不对 中国大陆的这个航天科技 都已经超越你美国了 发一颗火箭就准时到那边 到太空站去接轨了 美国发一个火箭 火源都进了太空站了 现在过期快两个月了 还回不来 你怎么跟中国竞争 所以我觉得要调整心态的 中国要调整心态 美国也要调整心态 如果他再这么这个 怎么讲呢 过度把自己的能力过度高估 然后过度低估中国的能力的话 我想不消十年 中国在好有行业都超越美国 那时候美国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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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压箱宝 你现在压箱宝全部拿出来 你还有什么好竞争的 对不对 搞得你美国这些自己的产业 现在都哀哀叫了 对 NVR的老板是中国人 他知道的 对不对 黄仁勋他在台湾长大 长到初中 他才移民到美国去了 他爸爸是浙江人 妈妈是台南人 对啊 他是他怎么他怎么会不知道 所以他一直告诉美国人 不要这样搞 你就搞下去 你跟中国人这样玩 你是必输的 对 那可是问题 美国现在这个是民粹当道啊 然后两个老顽固在那边斗啊 对不对 斗成这个情况 那加速美国的衰亡嘛 对啊 是好 我之前有看一篇 马凯硕就是新加坡资深的外交官 有讲过一篇 一个演讲 他就说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 是美国近年来最大的战略错误 我相信今天老师的这一长篇的讲解 就是我觉得最好的注解了 就大家可以有空去把老师的讲解 跟这个马凯硕的这个演讲拿出来结合一下 大家就会知道了 美国为什么会气急败坏到如此的一个地步和程度